说这个秀真王室 有所谓的700多年的诅咒 这是真的吗 说婚姻都不会太顺利 有这样的诅咒吗 这个诅咒其实我刚才跟主持人讲 就在他的摩拉哥的国徽里面 他暗藏在国徽里 国徽里面就是两个徽的圣剑的僧侣 1297年的时候 当时其实这个家族是来自 现在意大利北边的这个热纳亚 那从热纳亚你要去进攻这个城堡 你想要拿到整个地中海的控制权 其实摩拉哥是一个三层 rock 石头 所以当时想要去进攻他的时候 发现这个东西我们要攻击很难 所以就化身为僧侣 僧侣然后道袍很大 穿着然后把剑放在里头 然后进去杀掉了里面的这些 异教室还有就是女巫 以前都来这一套 木马屠城就是也是类似的技能 甚至连情人都在了 情人杀掉之前 这情人对他父亲讲 你们家族以后 所有的婚姻都不会幸福美满 果不其然1660年的时候 凯撒林嫁给了现在的 摩拉哥的这个亲王路易一世 结果他跟他虽然结为夫君 可是Catherine又跑去跟当时法国国王 路易十世又勾上了 就后来又被国王放弃 但是Catherine跟他先生所生的小孩 也成为亲王 那他这个亲王跟他的夫人两个又是 同窗异梦各在外面 有各自的婚姻生活 那当然现在回到现代来讲 葛丽世凯丽这个王妃 她发生车祸离世嘛 那离世之后呢 等于这样的历史不断地从这几百年来一直流传 所以现在就回到夏琳公主 夏琳这个王妃身上 在夏琳王妃大家就看出说 虽然有这么多的花边新闻逃婚 可是也生了儿女了 生了儿女之后呢 现在毕竟还留在王室里头 所以所有全球的小报媒体 大家都盯着这个摩拉哥的亲王 因为摩拉哥亲王 曾经上新闻又是他新冠疫情 全球第一个中标的 有性反应确诊 可是反而王妃没有 夫君中了确诊 王妃没有 你们俩真的有在一起吗 对不对 李组长表示这案情不单纯 对 所以所有的揣测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有机可学 如果这么高颜值 大家还是衷心祝福 他们能够幸福美满